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我們都知道Java版的Minecraft和雞眼的Minecraft有不小的差距齁 今天秋風就來盤點熔爐的燃料 到底有什麼差距齁 首先有差別的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木半磚齁 在Java版的木半磚 一個木半磚只能燒0.75個物品 對就是橡木材那些木材的一半 然而我們的雞眼版沒有齁 雞眼版是一模一樣 也因為這樣齁 在雞眼版這個橡木板和橡木材燒出來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分解之後比較划算 一狗票的人就跟我說 欸秋風你要分解你要分解喔 欸拜託這個是雞眼版 Java版沒有齁 Java版是一樣的 分解之後雖然這個分解之後會變兩倍的木板 可是它的燃燒效果減半齁 所以在Java版這招沒有用啦 沒有辦法讓你的燃料倍增啦 只有雞眼版可以 除此之外更慘的還有我們的按鈕齁 木按鈕 在Java版每一個木按鈕只能燒0.5個物品 啊一個橡木材能弄成一個木按鈕 所以完全不划算齁 不過雞眼版是一樣的啊 一樣是1.5個齁 所以橡木材變成按鈕也不用緊張拿去燒 效果是一樣的齁 Java版一個碗只能燒0.5個物品啊 雞眼版可以燒一個齁 緊接著來介紹我們的公和奴 喔這個終於是Java版比較強了啦 不過誰會拿公和奴去燒 喔你打到很多的時候 你打枯弓啊打那個 掠奪者打到太多的時候可以拿去燒啦 每一個公和每一個奴都可以燒1.5個物品齁 不過雞眼版只能燒1個 嗯也沒有差很多啦 所以呃這個也沒有辦法堆疊啊 誰會拿來當燃料啊 真的是打到太多的時候才會吧 緊接著這兩個是非提不可的物品齁 我們的羊毛和羊毛地毯 這兩個物品Java版可以燒 雞眼版不行 所以什麼地毯複製啊 純粹就是Java版的產物啦 雞眼版的這兩個物品 是不能拿來燒的啦 特別說一下齁 旗幟 對用羊毛做出來的旗幟 可以燒 雞眼版也可以 Java版也可以 可是地毯然後羊毛 雞眼版不能燒齁 不知道雞眼版玩家會不會很羨慕 Java版玩家可以燒地毯齁 還是雞眼版也沒有地毯複製 也沒有什麼好羨布的 緊接著再介紹一個 只有Java版能燒的 叫做紅樹林樹根 你種紅樹林就會挖到一堆樹根嘛 除了拿來堆肥之外 也可以拿來當燃料喔 可惜的是我們的雞眼版也是不行啦 唉唷已經三個囉 雞眼版快要哭暈在廁所裡囉 來幫雞眼版平反一下啦 雞眼版有兩個物品 Java版不能拿來燒的 是我們的蜂巢 還有蜂窩 這個應該叫蜂箱啦 這個在雞眼版可以拿來燒 喔蜂巢居然可以燒欸 這兩個在Java版不行啦 沒想到看起來全部都是木頭的 居然放不進去欸 那個蜂窩不行就算了 蜂箱應該要可以燒吧 所以雞眼版也不用哭啊 雖然這兩個東西 你好像也不會拿去燒喔 來總結一下喔 雞眼版的優勢就是 把木材分解成半磚 燃料直接多一倍喔 超爽的 不過Java版更爽 那個地毯複製機開了欸 喔~~燒給你開心啦 想要遏止大家用地毯複製機 我想第一步可能就是要拔除這個吧 拔除地毯可以燒 不過地毯可以燒好像也沒什麼意外喔 羊貓拿去燒再自然不過了 對不對 大家覺得呢 歡迎大家留言在下面喔 還有什麼其他意見的也歡迎留言喔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